天苑战士 王军找到 在哪 可是他 失去记忆 来来来 来来 我跟你们说啊 按理语初啊 不愧是郑城 第一漂亮的女总裁啊 那脸蛋 那身段 可惜了 我才没得手 都怪那个废物 三番两次 怪我们的好事 他不过就是个 被包养的废物 今晚 我就让他成为 扫下 闻 扫上 我在替他 好好玩玩 林语初 不用了 我自己送上门了 我来时警告你 别再找我老婆麻烦 知不知道我大哥 可是黑龙会的大当家 整个正常 谁敢不给我大哥面子 想要英雄就美 在你一出面前 装装面子 可惜啊 你抄掉错了人 我们一根手指 他都能碾死捏碎我 拿着根棍子 就以为自己 是武林高手了 你敢动手吗 我给过你们的机会了 你敢动手吗 给我上 教训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到底是谁 你绝对不可能是废物业神 公营五万军 神归天狱 大象王族何在 王族在 即日起 封锁天狱 不过之本 守幼大象 在本王归来之时 即大象 还将拓组之日 不见死亡念死 不见本王 刻字 大象战神 你应该庆幸 如果是三年前的我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蒋天狱 蒋天狱 你的未婚妻 我不认识 这位可是大厦第一女战士 瞧瞧你这副世纪小的样子 跟本局配不上王天狱战士 我说的不对 你问你还是当初 简童 圣语 天狱将在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被人指的鼻子满 都不敢反抗 这是我 配不上他 我他妈配不死他 叶晨 你要对我的人动手 我何不可 叶晨 你要对我的人动手 我何不可 那就对不住了 你记忆恢复了 我们的婚约作废 我已经有老婆了 就为了一个小门小户的女人 你就要当一辈子普通人吗 当然 她虽然身份低微 却在我最低谷的时候嫁给我 我自然要让她成为世上 最尊贵的女人 天乐战士 我们怎么办 我要宴请正常各大高手 四方式 为大家 雪 降 师 你 你 他 帕 你 我 意 kan 有 你 宇初是林间唯一的继承人 同时你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而你就是一个 黑龙民 整天游手好闲 靠我宇初眼睛 你压根配不上我 少拿你满是废料的脑袋来揣测我 我根本不配 这些话呀 都是宇初 让我代为转告的 那就让李宇初亲自来跟我说 叶辰 你躲坐了黑龙会 兼扰我大当家的 林氏不能为你原来 这份离婚协议你还是签了吧 如果不是我 你还能完好无损地回来吗 三年的婚姻 就当是还了这次的钱 我不欠你 婚姻在你眼里 只是一场交易 无论如何 林氏不能出事 如果黑龙会不肯放过我的 那 我可以给你后葬 无论如何 林氏不能出事 如果黑龙会不肯放过我的 那 我可以给你后葬 林氏 还真是有情有义 是你自己次量力来救我的 你就应该承担后果 在这个世界 钱永远斗不过权力 我拼了命地想要冲破屏障 踏入那片权力的世界 不如巅峰 这是我毕生的梦想 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拖我后退 尤其是你 不过你放心 等我成功那天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这个签了 离开吧 所以 在你眼中 权势和地人什么都重要 对 很重要 或许我是你实现梦想的捷径呢 这种话你说得出口 真是挺不支持 嘿 废物 我们的世界 你根本理解不了 我陈姐 你是将士之门 祖上出过一个将军 只有我 能帮助语初 进入王族圈子 你说吃干饭 难怪是谁 区区一个将军 也可和我相提并论 叶辰 怎么能敢对将军大不计 你找死啊 别说是将军了 就算是士兵也比你强千百倍 这就是你想拉解的对象 你和我离婚 就是为了给他同位置 这就是你想拉解的对象 你和我离婚 就是为了给他同位置 也可以这么理解 我明白了 这协议 我签 诶 语初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天月战神亲临正常 今夜三点 将在帝国大厦 验请各方势力为大厦选将 正好 我帮你拿到了一张邀请函 蒋天月 你这个废物还听过天月战神的名号啊 可惜了 这样的人物 你这辈子都见不到 看到了吧 这个 才是我领语初想要的 你根本给不起 我和你离婚 是正确的 我劝你们啊 还是别训练 这半夜三更的选哪个字叫 大厦优秀士兵无数 他们都在战场厮杀 立下赫赫战功 怎么可能和你们这些仰尊蠢龙的 世家名流中选拔将军 更不会流到你们头上 没小子懂什么 天月战神是王族的使臣 怎么可能会有假 整个正常 只有我陈家族上出过将军 我陈家可是有战功在身上 天月战神一定是为我而来 而且 包括这次选拔 一定是为我而来 身而来 到时候 我就是大厦的将军 到时候 我就是大厦的将军 而语初 就是将军的人 是吗 祝我好运 西元擅自前来见你 请王军恕罪 有消息吗 是 有人发出消息 您的战王应在帝国大厦 传出消息的事 将军人 去帝国大厦 是 您下令军封您的妻子 林语初为王妃的典礼 已经安排好了 王族们都备了厚礼 想要敬献给王妃 您看要同意吗 什么时间同志王妃比较合身呢 不用了 他已经 已经和我离婚了 林语初出身卑微 您为了他能够坐我王妃的位置 谋坏了正着三年 他马上就能一步冬天了 竟然会愚蠢的和您一步 真是莫光断气 单独的大人 王氏不再提了 册封典礼 取消吧 好 我是 羽初 看到了 这个就是武安军的战王命 等我成了大厦的将军 我就把你举荐给武安军 等我成了大厦的将军 我就把你举荐给武安军 这天越战神 已经是万人之上的存在了 周身弃破无人养兵 那这武安军 又是何道名 这位侍侍 你气势这么强 难道是王主之人 王主 这可是大厦 燕光的存在 没想到老夫活到这把年纪 还能见到这种大人物 真是死而无憾哪 谁让你来这儿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本人感觉王不见了 王 你是离婚里傻了吧 雇了这么多演员 来挽回面子 知道这是哪儿了 疯了 你真的是疯了 这儿也是你能装疯卖傻的地方吗 自称我密封 你信不信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灭了我 就跟才是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你告诉我 别牵手上我了 你未免太看得起来 你装什么种 我知道你跟我流氓 你不甘心 但是 你们这种办法挽回我 你好像一个跳梁小丑 让我觉得恶心 这个样子 你好像一个跳梁小丑 让我觉得恶心 诶 怎么混进去 这还用说 肯定是以我的灵医混进来的 我警告你 死蝉烂打对我没用 我来找人 开 林总 你跟这位认识 首先 跟各位说声抱歉 都说家丑不可外言 但是我这事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位 就是我的前途 为叶晨 我当初 是我一人不输 嫁给了他这个人 但是今天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够帮我做个见证 我 林语初 跟他叶晨 已经离婚了 从今天起 我们再无半点瓜子 你现在离开也晚了 等会天月战神来了 就祈祷你能保存自己一个全尸吧 不着急 就让这小子留到这儿 让他临死之前呢 清清楚楚地认识着 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这 是陈家老祖留下来的战功令 由此令牌加持 整个政策 谁能与我争风 说来说出陈家有位战功赫赫的将军 凭杀一声 为陈家留下这块战功令 陈家有这位老祖 这次将军选拔 非陈家莫属 陈家有这位老祖 这次将军选拔 非陈家莫属 我早就看出来了陈少绝非持终之物 陈少以后还要多惦念我们这些正成老友 多多提起 好说啊 好说啊 你这个废物 看着你再长实力 你要是失去的话 现在给小孩过来 磕头 碎碎 还要自断双腿 围绕着大天赫再爬上一圈 让我们大家乐乐乐 我要是高兴了 说不定还能在天悦战神面前 屁肥球就行 饶你一条狗 我劝你 还是先捕好你自己 算了算了 我们别跟这种蠢褥技巧 待会他就会自食恶苦 陈少 你还是快点去燕灵战功 等会天悦战神就要来了 三星战功 王安军 在场所有胜负战功的人 全部也没证实 大门才能打开 蒋天悦才能进来 蒋天悦到底在搞什么 现在知道怕了 排着队 给我磕头认罪呢 现在知道怕了 排着队 给我磕头认罪呢 你们 我可是大侠本来的将军 竟敢这么对我 竟敢验证战功 真以为战功是大白菜 自不量力 他们这是在亵渎大侠战神 我们把他们抓起来 一会向天悦战神谢罪 来会天悦战神来了 他们一个别赏活 抓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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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战功 五星战功 不可能 六星战功 叶晨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 根本无法忽量 黄的地方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身不如此战功 战功 无法忽量 功应战功 将军 放肆 放肆 我出天罢不到 你们胆敢开启燕神台 来 见过楚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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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过楚将军 验守郑城 见多识广 可否认识他 我们大厦是否有这样的战王 废物 郑城 怎么出了你们这些蠢货 一点小把戏就把你们给唬住了 燕神台经年不用 出点小故障 实属郑城 普天之下 担得起战王之名者 只有一人 而此时那位高人远在天 怎么可能出现在郑城 小子 亵渎战王的名声 可是 株连九祖的死罪 你 死财吧 有楚将军在此 看才怎么重生弄鬼 这卫物就是废物 才是楚将军看得明白 能被楚将军赐死 也算是喘祸有福气 燕神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现在给楚将军跪地求饶 说不定楚将军还会饶你一命呢 燕神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现在给楚将军跪地求饶 说不定楚将军还会饶你一命呢 这个机会还是留给他吧 老夫多年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有骨气的年轻人 来人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我倒要看看 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瑞珊 你真的是 无药可救了 他毕竟是井底植娃嘛 楚将军是天月战神坐下的大将 他一句话就会封杀整个正常 你个蠢火一概出言不逊 就算是他请天月亲自 我又如何 何况是你这个老匹夫 好好好 方言整个大下 你是唯一一个 胆敢挑衅王族使者 天月战神的人 你这份胆量 老夫平生所见 希望你的骨头 跟嘴一样要 上 我山哉山哉 找死之人 非老夫所顾 希望你的骨头 跟嘴一样要 上 我修身养性很久了 你们倒是有些本事能逼得我 心生杀念 在给你几十年 等到你成长壮大了之后 老夫可能心生畏惧 但此时 妖者在老夫手中的天才 多了去了 熬了一辈子 才区区一个三星将军 坚实浅薄 不怪你 混账 闯暴的小子 老夫当年 征战沙场的时候 你他妈还穿着开挡裤呢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什么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将是何在 把他给我拿下 战王爷在此 谁敢动手 一群废物 他哪有什么战王爷 如此心智不坚 今晚过后 都给我回去认罚 还都待着干嘛 给我动手 还都待着干嘛 给我动手 这个小子 莫非是想去拿战王爷 除了那位大人 战王爷 谁碰谁死 他可能 只是想换个 比较体面的死吧 混账 这可是天月战神的王族 哪能辱得你来玷污 你赶快给我滚下来 天神一怒 血流成河 整个整成 就全部完蛋了 叶晨 你快点滚下来 自己想死 别连累我们 各位 这家伙是天星的 要拉我们一起死 大家一块上 把他拿上来 把他交给天月战神 走 站住 天月战神的天梯 你也敢当 不想活啊 你小子给我滚下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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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给我滚下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叶晨 你想要害死我吗 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非得要闹到这么无可挽回的地步吗 你指的无可挽回是什么 将军夫人的梦吗 我知道你是在报名 但是你不该用这种方式 你下来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好 你商量吧 你把我一切都毁了 你就是个丧把星 半脚石 扑不上墙的烂泥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机会 对我对林师来说有多重要 对 很重要 重要到你连三年的感情 可以视若无误 林玉初 根本不知道你舍弃的 是什么样的存在 持于我的命 今夜 坐在这里 在场诸位若有谁想取我的命 那就来吧 今夜 就坐在这里 在场诸位若有谁想取我的命 那就来吧 好大的口气啊 你今天坐的是大夏王族御用的宝座 非天月战神的 非万人之上的王者 不可做 不过你今天 从坐上那一刻 就已经成为一缕亡魂了 我要看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 我怎么就不能临驾于蒋天月 临驾于千万人 临驾于王族之上 放肆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能横压全场吗 他的身份 你还不配方 你说的对 今夜之夜 重来全场 尽如如意 瞧瞧你的生化路窃 大放绝齿的样子 这出戏在私底下排了不少篇谱 为了今晚的这场演出 你倒是没少下容 好 既然如此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演多久 可惜了了 你也是难得的美女 偏偏要跟着她 不然寻死呢 不知死活的是你 这世上 还无人能与她的情 你也真是被她骗得不浅 我告诉你 她 就是一个被林家 踢出去的温能废 身份 财富 地位 能力 甚至尊严 都一无所有 说她是一条狗 都是在抬举她 说她是一条狗 都是在抬举她 就是因为她一无所有 一无是处 所以 她离开了语初 就难得有如生之处 所以今天 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装疯卖傻 在晚宴上 大放厥词 肆意妄为 想要彻底毁了我这次机会 趁机挽回语初的心 可惜了 语初早就看出了 你是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敌 半点机会都没有给你 她求而不得 怀恨在心 妄图来激怒天远战神 拉着我们大家 一块陪着送死 你自以为是的能耐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别装了 这出戏啊 演得是不错 但是 你千算万算 还是少算了一个人 那就是 楚将军也在现场 不错 我们这么多人正在 只要 用这小子的命 向天悦战神请罪 相信 天悦战神 不会滥杀无辜的 他不会 不会 相信 天悦战神 不会滥杀无辜的 他不会 喂 你送个什么东西 等天悦战神来了 我拨了你 不不够贴罪 就算蒋天悦了 也得称我为 武安军 就你 你敢冒充武安军 真的不是我们不知死我的东西 不过 你小子也真是一个储货 一点接下法 就让你 口服则言 冒犯了天悦战神 是死罪 我们诸位 我们诸位都会受到牵连 不过 冒犯了王族 我们把你杀了 就是维护 王族声誉的英雄 说不定 天悦战神 还会因此 嘉奖我们 哈哈哈哈 你他妈敢打我 对武安军出言不许 求个族当主 疯了 简直疯了 你们这帮疯子入戏太险 武安军 是大夏王族之手 执掌天悦 万人之上 怎么会是这个蠢货 等天悦战神来了 你们都活不了 西元 西夏赛场的所有人 及其背后的家族 即使灭之 够了 叶晨 你还没有闹够吗 是我知道 离婚这件事情 对你打击很大 你要什么 我可以补偿给你 可你呢 居然想拉住 我们所有人 陪你一起死 闭上的嘴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斥责无安军 你这一辈子 就只会躲在女人后面 是吗 算了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儿上 只要你肯自财 我终于为你求得一句权势 我这儿都是为了你好 为我 你在意的不过是陈浩然 能不能当上将军 能不能当上将军夫人 何必这么冠冕堂皇 装了这么久 累吗 你 屿冲 别着急 等战神大人来了 这个人 必定活了 叶晨 你好自为之吧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管你 以今夜的所作所为 跟我们林家 毫无瓜葛 这样最好 言不下去了吧 你我身份 本是云泥之辩 我本不想自讲身份 与你资诸必较 但是 今夜你先是尊备不分 惹怒了楚将军 更是心思歹毒 引火全场 正常 容不下你这个败类 是吗 西元 在 他就先从陈家开始吧 武安军有令 陈家 灭 你现在只剩下 顾弄玄虚了吗 今夜 我将以陈家老祖之名 三星战功为仇 来惩治 你的狂妄蜀 以平息战神之怒 诸位 谁愿追随 诚家追随 皇家 滅 武安军有令 皇家 滅 这好胆的废物 既然你一心求死 本家主就成全你 皇家 滅 皇家 滅 武安军有令 皇家 滅 我真是不见官家不落泪 死到临头还敢猖狂 刘家跟随 刘家 滅 武安军有令 刘家 滅 不知死活东西 既然你想通整个正宠为敌 那我就成全你这备勇 曹家 跟随 赵家 孙家 李家 政家 跟随 语初 你还在想什么呢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叶臣 林家 跟随 林家 灭 武安军有令 林家 灭 武安军有令 正成十一士卒 全国共计三千六百四十二家分部 三分钟内 破产清算 哦 厉害厉害厉害 且不提我陈好然今夜 将受到天月战神亲自册封 成为大夏将军 一步登天 但是我陈家今夜 都在正成兴盛百年不曾倒下 在场入围 哪个不是恒我正成的存在 除非他有什么恒压一世的天大身份 否则他凭什么灭我陈家 凭什么口出空眼 灭将城三千分部 夜晨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今天这个宴会厅每一个人 都是你这一辈子触及不到的高度 你从生来就注定只能追随他们的背影 你为什么就不肯低头呢 凌语初 从前我为了讨你欢心 陪你看了无数场戏 今天我就陪你看最后一场 你还在胡说些什么 想天悦 心悍够了 还不现身 恭迎天悦战神驾临 天悦战神您可来了 你是在责怪我来晚吗 不 老臣不敢老臣不敢 都是因为宴会上 有人玷污了您的名声 染指了您的王座 老臣 实在是替您生气呀 哦 是谁这么大胆 你还不打算下来吗 却非要一意孤行 为什么我要起来 你 天悦战神已经来了 天悦战神已经来了 如果你现在能够处准射财 或许还能死的不那么痛苦 但如果你继续坐在里 只会触犯了天悦战神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军中手段可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还是看不清 今夜 应该是他们求我 你怎么还做着这个不切实际的梦 叶神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认清你自己啊 整整三年 一复思进去 好吃懒做 如果不是林家养着你 恐怕现在 连维持温饱都很难 如果你还是继续执迷离物 你别怪我手下不远去 那我倒要看看 你能把我怎样 天人战神 是他就是他 坐下的您的王座上大放厥死 不把您 不把王族放在眼中 这等狂妄无知之徒 摸了您的眼睛 只要您一声令下 老臣立马斩在一马下 鬼王族 李威亚 鬼王族 李威亚 他就是一个被林家赶出去的废物 吸怀歹念 为非作歹 今夜更是一卑贱之神 大闹您的选将仪式 是 林家 林语初 他说的可对她 语初 是武安君 大放厥子 其罪当珠 对 他 罪不容赦 这个名顽不灵的玩意儿 就应该这样生死 但是对天月战神不计 就过他死一万次 被天月战真刺死了 是他的荣幸 不知死活 我本想让你慢慢体会绝望 但是现在天月战神来了 你的下场只能更加凄惨 铁城 你死局已定 用你的命换去天月战神 对林家的好感 您也算死得其所 天月战神 我林家 愿为您拿下个贼子 对 还有我们成家 还有我们刘家 还有我们刘家 都闭嘴 天月 你好大的胆分 谁允许你 直呼天月战神的名为 难道你是善 轮得到你多野 天月战神 楚将军可是一心为您啊 这有你说话的分 这有你说话的分 叶辰 天月战神动怒 谁也救不了你了 今晚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怪不得旁人 各大世家何在 跪下 叶辰 听见了没 赶快跪下认死 我说的是你们 跪下 天月战神 您这是 天月见过武安君 武安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月此次前来正常 是为迎接武安君回归天狱 没想到一个小小正常 竟然会有人对您不敬 今夜冒犯武安君者 我会带您一一清算 天月战神 您初次驾临正常 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骗了呀 他不过是林家的坠婿 他哪能像武安君般的存在呀 天月战神 您初次驾临正常 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骗了呀 他不过是林家的坠婿 他哪能像武安君般的存在呀 他敢做一事无成 赖尼扶不上墙 他怎么可能会是武安君呢 没错 他刚刚还要扬言 要在三分钟之内封杀我们全族 现在三分钟时间已到 我们却什么事都没有 说明 他根本就是一个故弄玄虚之辈 时间到了 喂 爸 什么事儿 王八糕子 你在外面给老子闯了什么祸 一位神秘人 不惜一切代价逢杀我们山架 此人手段赌天 打得我们毫无招架之力 到底在外面得罪谁了 是你 是你 王哥 咱们工厂破产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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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 烦了 我已辈子的心血 喂 妈 女儿啊 一大堆人闯到我们家 封杀了我们的别墅 我和你弟弟已经被赶出来了 今晚就要流落街头了 怎么会 喂 妈 妈 楚将军 我们可是按照你的旨意办事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天月之人 老臣不知武安君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并且还容许了这帮砸碎 对大人出言不逊 是我难辞其咎 望您责罚呀 楚将军 这明明都是你吩咐我的 您怎么能欺望于不顾呢 你他娘呢 与我何干呢 天月之人 天月之人 我们不知者无罪啊 武安君 武安君 求您给王家一朝活路吧 天月之人 你做下大将 你现在还想要我的命吗 今夜过后 正常 败回你们存活之地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为什么不能 如果我们是武安君 试问在座的各位 你可放过我吗 是你骗我在先的 我与你藏身 如果我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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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初 我说过 我会是你实践梦想的捷径 可你压根就不相信我 正因为你身份微微 尚不得台面 武安君为了给你名分 不惜耗费三年时间筹谋 为你排除异己 替除隐患 更是召告王子 三日后 举大厦之力 为你加冕王妃之位 我 王妃之位 王妃之位 可惜啊 你已经和武安君离婚了 册封大帝 许霄 对此判决 尔等可服 诚家甘愿受罚 只求武安君 给诚家留一些生机 甘愿受罚 留家甘愿受罚 我等甘愿受罚 你接着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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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就有士兵无数 他们都在战场厮杀 立下赫赫战功 怎么可能 从你们这些养尊储優的世家 名流中选拔将军 更不可能轮到你们头上 不会的 不会的 等等 如果我后悔了 你可以跟我复婚吗 不能 为什么 我都已经知道错了 你为什么不肯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一句完全 我就不会跟你离婚了 所以是我错了 林小姐 我才是武安君凭正言顺的未婚妻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的名传 要不然 这么狠 我可就得不到了 叶辰 你不肯跟我复婚 就是因为他们 我们才刚离婚你就有了未婚妻 你对得起我吗 是 离婚的事情我有错是不假 但是你对我就没有半变的愧疚吗 愧疚 我为什么要愧疚 身居高位是不假 但是我觉得在爱情里面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林语初没有比别人低一等 林小姐还真是傻得可爱 你什么意思 自念意思 你不过是小小正成一家破公司的小小总呐 而叶辰是大夏王族之首 你跟他相比 坦白说 连垃圾都算不上 你突然知道自己错失了王妃之位 会有当初 妄图掩盖你剑乙思迁 贪慕虚荣的事 捧骗无安君与你复婚 捧骗不成 就秒修成命 对无安君妄加指 这么卑劣的 就算你是 都触碰不到他 当无安君站在大夏直颠指点江山的时候 一言 可兴国运 一 可凭四方 而你 只能归缩在一个小角落里 无人问津 你们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这是我们的事情 跟你无关 就算你是天越战神 你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都说下重不可理 你一吃里的蚯蚓再怎么整查 都划不了 你凭什么认为 你真的过不 天嵌之上的独木 被你亲手所毁 再怎么后悔也是无用 只能自食苦苦 这应该 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 没想到天越战神 也有这么伶牙历史的一面 让您见相了 对了 我听说 您的本家是南省叶家 叶家两日之后召开会议 并召集了南省三大势力作为见证 正式将您闯名 同时 把您的妹妹许佩德中家老太医 作为初心 好 好的 叶家 这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我离家十年 你该回去看看了 夕元 北京 是 叶晨 只要你愿意替你弟弟顶罪坐牢 我就留下这个配钱户 叶晨啊 你母亲死后 我就一直把你当亲生孩子对待 你也别为妈许恨 培南他还小 我怎么忍心 让他去坐牢 叶晨啊 只要你大意替你弟弟顶罪 我一定好好照顾心怀 叶 叶晨上尾的贱人 叶晨和我妈妈相提并论 叶晨男只比我哥哥小姨 所以我不要哥哥坐牢 真麻烦 不就是杀了个人了 要不是那个金丫头不配合我 我怎么可能会失手杀了他 叶晨 你最好乖乖的替本少爷去坐牢 要不然 我就让这个小丫头去 好 我可以替你去坐牢 但是叶道成 记住我刚说的话 替我照顾好我妹妹 否则 我就算死 也要拉着你披赠 看来 殿下的好日子要到晚了 为了一个玩意 神性无安军这样的样子 殿下家主 只怕后半妹子 都要先在后悔之中 今天南省商会在凤凰大厦 举办南省总会 您外公也在 去凤凰大厦 是 南省年亏的钱 都南海商会出 爷爷 你别冲动啊 我们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连房租 当初你非要帮你那个 强奸犯孙子的忙 今天落到这个地步 那是报应 叶震他不是强奸犯 人都进去十年了 他不是也是 别下来话题啊 连老爷子 既然要承担年度会议的废用 那 就去欠付钱吧 正常会议 费用一共一百三十五万 爷爷 我们一千块钱都没有 这么多 哪儿不得及啊 老爷子 拿钱吧 拿钱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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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 我替南海商会出 我替南海商会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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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南海商会出 我替南海商会付了 你 你是叶震 我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 回来就好 要不然我死了 没法给你妈交代呀 我当谁在这说大话 原来 是你这个强奸犯 怎么 刚从老里出来 该詐骗了 车卡 你一个老改犯 要真能拿出这一百万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看 来坐 聂辰 你不会真以为 这场中国南省营流 会相比你那个 低烈的骗户吧 真的假的 刷刷卡 我知道了 既然 你这么自信 那就试试好了 但是 我们也不会陪你白玩的 如果这个卡里没有钱 南海商会 自动退出 南省四大家 叶震 你不要冲动 这南海商会 是你妈留给你的 这可是你最后的保障 外公 你放心 既然是赌约 那就不能只有输的赌注 如果这张卡 你们有钱怎么办 如果有呢 让你不退出 南省四大家 哈哈哈哈 那你是不是 在说什么 让我们三家 退出四大家 真是无知无畏啊 两老爷子 像这种烂泥 扶不上墙的子孙 你们连墙 绝对维护 看来 连墙灭亡 是重听的 叶辰 你做阿做了十年 你不会还以为 南海商会 还是以前掌控 南省的 南海商会吧 现在的南省 早就变了天啊 整个地盘 都属于我们三家 你们南海商会 那就是雜碎 你们有什么 从我来 对一个孩子为难什么 好啊 那就让南海商会 推出四大家吧 梁老师 你应该明白 这是已成定局 你南海商会 注定会推出 南省的核心圈 今天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叶辰 你够了 你在这里 还嫌不够丢人吗 你在这里 用什么身份 大放厥子 你这么肆意妄为 到最后 不还是爷爷 替你买单吗 南海商会 沦落到如此境地 你还想怎么样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要让爷爷 替你擦屁股 才到什么时候 盛美 他是你哥哥 我没有这样的哥哥 爷爷 我知道 你想替叶辰讨回公道 你清尽了所有 可是叶辰他就是个白眼狼 只会惹事生非 可是叶辰他就是个白眼狼 只会惹事生非 叶辰 你知不知道 就为了给你留条厚力 我和爷爷苦苦支撑 我们用尽全力 勉强保住 南海商会斯大家的生活 好好好 我和爷爷 已经无家可亏了 谁让连一千块钱都没有 你却在这里夸下海口 说要付着一百万 整整一百万呀 我没有拿什么 给你添这么大的窟窿 我叶辰 在此利市 保廉教 百年昌盛 我周圣美 一世周全 这赌约 敢赌吗 凤家赌了 必好集团赌吧 九度总邦赌了 好 走 走 走吧 ining toilet 猕笨的小子 我们还要感谢你 给了我们次仲南海商会的机会 南海商会没了这个 只会落到一个土崩 瓦掷的下场 双卡成功 不可能 这是撒家主之文 现在 都是我的了 你是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既然刚刚是我行了 这南海四大家的位置 自然属于南海商会 怎么 你们要出耳朵而不成 终于这么出来 你们南海商会 是要准备 筹罚保持 这又有何不可 效法 南省一直都以实力为尊 看看这满桌子的项目文件 这都是我们三家 为南省做出的构建 仅我一家而言 就为南省创造了三个亿的份额 仅我一家而言 就为南省创造了三个亿的份额 我最后集团四个亿 我奉家两个亿 但是 我们拿下了和王族的合作 虽然项目只有一千万 但是 那可是大厦的王族 对南省来说 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是向上进步的阶梯 你们南海商会 又做了些什么呢 看看你们这个空空如也的桌子 连参加年会的资格都没有 更不配坐在这里 好 这破烂玩意儿 也值得你们炫耀吧 你真是大言不惭哪 你能拿出什么宝贝 让我们长长眼 你是真是 还是假的 一球二百 连个百万合同都拿不出来的小作坊 别敢挑戏 我们自己的家属 把嘴没有用 把合同拿出来 这才是真本事 爷爷 叶辰到底在发什么疯啊 你就这么纵容他 让他毁掉南海商会吗 南海商会 本来就是叶辰的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装不下去了吗 年轻人 话说的多了 自己都感觉是个人物了 尼秋始终是尼秋 就是穿上金衣 也变不成真笼啊 戏人 叶先生 合同都已经签署完成 请您够订阅 这种事 还是外公比较在 天都与皇全球连锁酒店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赠而五名 天都与皇全球连锁酒店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赠而五名 天都与皇全球连锁酒店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赠而五名 天都与皇全球连锁酒店 江城绿能集团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赠而五名 海南各州生态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赠而五名 十个亿 天呐 我们正在做梦吧 这可是整整二十四个亿啊 天呐 我们正在做梦吧 这可是整整二十四个亿啊 那是你们自己找死 竟然冒充皇族 那可是灭九族之罪 等五夜来了 就会治你们一个大不尖之罪 刚才你差一点把我给唬住了 但是你偏偏自己作死 竟然搬出了王族 王族是什么身份 那是大侠的神 你们连接触王族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可能会有人送来这份合同 没错 捏造其他集团的合同 被接穿后 也只不过就是丢人了 可是 你就敢冒充皇族 你们死定了 要干嘛 你要拉着我们一起去死吗 放心 有我在 他们伤不了你 你自己找死 别拉着我们一起 你自己找死 别拉着我们 爷爷 我们连家上帝完了 叶辰 你好糊涂啊 不可不惊 不可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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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见到他的机会 我无效的机会终于来了 渡望我为难上 清静满生 苦心惊盈 我若抓住机会 哪怕得到那位大人一丝的主意 我也能一过登天 我说抓住机会 哪怕得到那位大人一丝的主意 我也能一过登天 天余在此 能不能抓住我 还要看你的本事 我刚才情难自禁 让天余阵神见笑了 那可是王族啊 就算是远远的看上一眼 唯死而无憾 如同那位大人 骑离我这小地方 你 您这是 你养了好手术 真是无法无法 连那位大人都在乎 那位大人在 我们一定要看好 南海商会的人 那虎爷一荡 全部交给他老人家出零 叶臣 快站好了 待会儿好好用作 也许 我也能防护我们一把 待会儿啊 该是他们 什么车子 叶臣 我警告你 不要再说大话了 要是把虎爷搁闹了 我们真的就死定了 功赢五爷 驾临 公赢五爷驾临 小子 五爷来了 你死定了 我拭目已干 不知死活 这小子就是叶家十年前坐牢的儿子 刚从桃里出了 就赶在这大放学 不过他这一届两位 您无需担心 我们自会替您清理 不过他身后的南海商会 还需要您的手肯 我们才能动手 他就是冒充王族的这个小子 可还细时淡淡地说 让王族给南海商会 十个亿的合同 冒犯王族 那可是死罪啊 弄不好 还会影响到咱们南省啊 你说这颗术实 真是网组合同 你说这颗术实 真是网组合同 千真万确啊 来场的所有的人 都可以作证 另外 就连林康石手里的那个红印 也是证据 五爷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立马把这个小子给拿下 来人 把这个所有人踏入大牢 听口大日发落 嗯 嗯 嗯 真是 无焉 我们可是对你忠心耿耿啊 你可不能这么对付我们的 你装作人啊 冒犯王族的是那小子 应该做他才是啊 你 呃 严准 那位大人 岂是你们能捧盘的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帮 熟悟从光的东西 耽误了大人的钥匙 你们死一百次都不足惜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叶大人 是小人管教不力 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请您 再给我一次机会 胡椒 我问你 南海商会 在南省 是什么地位 南海商会 掌管南省商界 地位仅最弱 不不不 南省无人能与之比拟 好 我再问你 我要将凤子 地毫集团 还有九都总邦 在南省四大家除名 你可有意见 没有意见 他们三家 同时诛出南省 南省上下 一百三上二行 皆不可摘染 南省再无他们 半点入室之定 很好 看来这赌局 冲秋还是我赢了 看来这赌局 终究还是我赢了 你到底是谁 我的身份 你们无法估计 这位大人 竟然是十年前 叶家做熬的废物儿子 那怪不得大人 会亲临小小南省 南省要变天了 什么 不远趁路 整个商业协会的人 都没有回来 什么原因查到了吗 老公 怎么了 传门 要为大人墓 来到南省 今天商业会议的时候 这些人得罪了 五爷震怒 把这些人 全部关进大楼了 幸好 因为筹备家族大会 没去参加 不然就遭丢了 紧急啊 你们少出门 少惹事 千万不要 得罪这位大人 这些人得罪了他 五爷震怒 把这些人 全部关进大楼了 幸好 因为筹备家族大会 没去参加 不然就遭殃了 近期啊 你们少出门 少惹事 千万不要 得罪这位大使 哎呀 那估计就是个假消息 您想想 能轻易灭掉 整个南省商业的大老 还能让五爷听命的 那个大人物 那得多大呀 可正 我是不相信 有这样的人 总之啊 还是小心为妙 哦对了 明天咱们家族大会的事 准备怎么样了 放心吧 直到明天 去把夜城那个废物 抢出家了 哎 那个家伙 也该出狱了吧 嘿嘿嘿 一个坐过牢的垃圾 和我们根本就不是 一个层次的人 他这辈子 住地都在暗处 眼巴巴的羡慕我们呢 嘿嘿嘿 那是 我儿子 可是成了五爷的手下的 哎哟 哎哟 哎呀妈哀 到时候 我全给你包圆了 哎 这人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叶晨 哼 叶晨 还真是你啊 这是 坐牢出来了 喂 我今天不想杀你 别了房子 嘿嘿嘿 你还不想杀我 哎呦 你这脑子 是坐牢做傻了吧 嘿嘿嘿嘿 这就是你那个坐牢的哥哥呀 这可是高端厂夫 他有钱嘛 还来这小骨 哦 叶晨 你一定是听说 这家里要把你除名 所以 才来这赌我的吧 这样 来 你现在 从我的胯下 端过去 然后再学三生狗像 我就可以像爸妈 求就请 怎么样 嘿嘿嘿 你现在 从我的胯下 钻过去 然后再学三生狗像 我就可以像爸妈 求就请 怎么样 嘿嘿 这凤凰酒楼 可是最顶级的高端场所 这贵地消费也得值几万 是你一个吃牢饭的人 能进来的地方吗 你不会是砸锅卖铁 卖身卖血 才混进来的吧 你进来就是为了当狗啊 真是前人见面 晦气 你敢骂我 我可是其间的大小姐 我今天非得给你点教训不行 小小 小小 你怎么样 你们看着我被人欺负啊 你要是不想当我们其家的女婿 有的是人想当 叶晨 我知道 你就是嫉妒我 不过 你还是算漏了一点 叶晨 我知道 你就是嫉妒我 不过 你还是算漏了一点 嘿 我现在的身份 可不是你能想象的 想动手脚 那更是不可能 哦 什么身份 盼道了吗 我现在可是五爷的手下 你就算再怎么废话 也一定听说过 南省五爷的名号吧 这五爷的手下 那可是万里挑一 闫州龙凤 当年老爸选择我抛弃 是最正确的选择 而他 也恰恰证明了这件事情 嘿嘿嘿 我就很疑惑了 你说说我怎么就这么优秀呢 工作这么好就算了 还有一个 这么漂亮的未婚妻 嘿嘿嘿 哦对了 忘给你介绍了 这位 可是齐家的大小姐 齐家 在京城那可是 名门望族 你这种阶层 怕是一辈子都触碰不到 行 吃挖呀 吃狼饭吧 你还是第一个 敢用这种口气 跟我说话的 惹怒了本小姐 我让你在南省 混不下去 吃狼饭吧 你还是第一个 敢用这种口气 跟我说话的 惹怒了本小姐 我让你在南省 混不下去 不过 你要是能让我们开心一下 我倒是可以给你口饭吃 就给你安排个 我们齐家扫车所的工作 还不至于乱死 看看你看看 我们娇娇啊 就是新山 叶辰 你还不快点 给齐小姐跪下 磕头谢恩 磕头谢恩 叶佩南 我本想让你活到明天 现在看来 我没这个必要了吧 哈哈哈哈 我现在要事有事 要女人有女人 你呢 他是这辈子 连一个女朋友 都没谈过吧 哈哈哈哈 你不会是 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吧 这样 你要是能跪下磕个头 我倒是可以 把我家的蛊猪配给你 哈哈 尚我磕头 你的命 受得起吗 受得起吗 你一条贱命 还真拿自己当人物了是吧 坐在这高档餐厅 就以为和我们是同一类人了 哎 烈臣 十年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的蠢 赶紧放快我 你敢对我动手 我让你今天出不了这个门 叶佩南 十年前我羽翼未封 被你们叶宅连室送进大牢 十年过去了 你以为我还是当初的我吗 叶辰 我要告诉爸妈 你完了 你完了 好啊 我等着 吃狼饭吧 你赶紧给佩南磕头道歉 他也是你能碰的吗 你又算什么东西 好啊你 我看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 我可是京城齐家的大小姐 这凤凰酒楼是我齐家的差别 我已经叫人了 一会儿 你就等着被打断双腿扔出去吧 哼 有我未婚妻子 我在南省 忙着走 你跟衣服说了活能废 十年又怎么样 就算再给你三十年 五十年你也照样是个窝囊飞 谁说叶辰一无所有 谁说叶辰一无所有 你是谁 叶辰的未婚妻 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漂亮的未婚妻 是我选的地方不好 这号称最顶级的四人会所凤凰酒楼 环境居然正差 让两只苍蝇盗出来的力 你骂谁是苍蝇呢 你 嫌 找打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是不行了 既吃不尽打的枪 大小姐 您找我有事 你眼睛瞎了吧 没看见我未婚夫受伤啊 赶紧派人送他去医院 你眼睛瞎了吧 没看见我未婚夫受伤啊 赶紧派人送他去医院 你们两个 立刻送叶少爷去医院 我在京城还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你们两个小杂碎竟然敢伤我未婚夫 林经理 把他们两个打一顿 断了双腿扔出去 从此不准再踏入凤凰酒楼一步 京城 齐家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刚刚我要的是你们跪地求饶 现在 我要的是你们的双腿 一个被逐出江门的废物 根本就不配活着 一个愿意跟着废物的女人 死了也是不该 我听说过来 你马上就要拜简童为师了 对吗 简童大人的名号也是你能指护的 不过 你能认识我 也算你有点见识 一个区区三流世家的女孩 也敢如此嚣张 也就你一个了 林经理 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 林经理 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 齐小区已经被逐出齐家了 如何承拒全凭天月战神做主 齐家均无意见 齐小区 被逐出家族之人 还配活着吗 不可能 你一个小地方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有我爸的联系方式 你是知道 我是简童大人的徒弟 所以就冒充天月战神 等我见到了简童大人 我让他致你大不敬之罪 你就是信了这个女人的鬼话 所以才敢违靠我的命令 连想不想干了 齐家族的命令 您已经不是齐家大小姐了 现在 请您立刻离开凤凰酒后 以后齐家的产业 都不允许您的进入 这个女人是个骗子 她说她是天月战神 你就信啊 真是个冲物 怎么 装不下去了吧 你要真是天月战神 你就拿出证据来 你要什么证据 简童大人 天月战神 简童啊 你这看人的眼光 可不怎么样 拜师之事取消 简童大人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简童大人 简童大人 今日之事 您可还满意 今日 叶裴南对我打伤 他肯定会回家 向叶道成告状 如此一来 他们便知道我回来了 去去一个小小的叶家 哪知道武安君如此费心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给我妹妹 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所以 暂时还不要向别人 透露我的账 你倒是个好哥哥 完君 叶家明天中午召开家族大会 公开将你出名 您的妹妹 也会在晚上被送往中家冲洗 中家承诺给叶家一千万的评论 一千万 明码标价的白天 不看叶道成 我有钱 连脸都不要了 混账 你竟然把你弟弟的手给打断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棒 还有没有这个家 明天中午给我滚回来 扔着你弟弟面 给他赔礼道歉 否则的话 你就在死在外面 也没人管你 你是谁 老子是谁 混账 老子是你老子 你这个逆子 当你回来 看我 逆子逆子逆子 他敢挂我电话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偷诚 这孩子出狱就把裴能打了 还把你气成这样 他呀 就是来课我们家的 他是不知道 没有家族的庇护 多么的艰难 等明天呢 我把他正式出名 就照告天下 他休想 在于叶家大少的身份 得到任何好处 没错 就是该让他治点苦头 我们从小就是太丑他 和兴华那个臭丫头 他们两个太没教养了 不像裴能 那么听话懂事 还成了五爷的手架 这以后呀 要得到了五爷的重用 那你的后半辈子 可就指望裴能了 哎呀 你别说呀 裴能真是我的好儿子呀 真有出息 当初 让叶辰那个不孝子 代替裴能走路 是个正确的选择 裴能身上可不能有半点污点啊 明天 正好警告一下叶辰 让他把嘴给我闭上 那叶辰 他要是不听话呢 他不敢 整个南省呀 能够帮他的 只有那个苟延残喘的 南海商会 明天啊 我特意邀请了三大家族 为我们作证 还让裴南呢 去试着请了五爷 那个逆子 要敢当着南省名颅的面 闹事 一定会有人出来治他 到时候 让他在南省 逮捕下去 等出去了叶辰 黑南就是叶家 唯一的继承人了 吴安君 今晚需要行动吗 不必了 明天 我会让他们死个明白 是 您现在要回去休息吗 马上就要见到 新花之丫头了 带我去南省 最大的珠宝店 我要给他 亲自跳剑礼物 是 你好 麻烦把这条项链 拿出来我看一下 我没有钥匙 钥匙在我们经理那里 嗯 王经理 有人要看我们的 镇点之宝 哪位贵客要看 镇点之宝 王经理 是这位先生 是 这人我不认识 一定不是南省 实际的公司客 小刘 你在逗我吗 不是啊经理 这位先生 真的要看镇点之宝 像他这种人 能买得起镇点之宝 你眼瞎吗 眼瞎就说话 赶紧滚出去 别让我生气 别说是一千三百万的镇点之宝 就算是一千三百块的普通项链 他也肯定买不起 我说你们开店做生意 我要看这条项链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 但不做智障的事 你买不起就不要瞎凑热 你 你 你哪只眼睛 看出我买不起的 这条翡翠价值一千三百万 你拿什么买 我知道 你不就是想让我拿出来拍摊照 发个朋友圈儿装装样子吗 那个项链竟然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这男的真不要脸 买不起还非要看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就那种打扮 哪配得上这样的翡翠 我跟你说 现在这种事特别多 不足为怪 翡翰 三分钟之内 让五孝带着一千万个过来 这 蜥还眼上瘾了 五孝 你说的不会是五爷吧 他会搭领你这种人 一千三百万的现金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倒希望你能让我开开眼 不过你还不知道吧 超过百万的现金 都是要向银行提前预约的 哼 你可真逗 只怕你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穷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呀 这一看就不像是有钱人 他一千三百万 他能拿出三十万 我能叫他爹 我就想看看 这一千三百万现金 涨啥呀 等我看不到现金 看了穷鬼怎么收场 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啊 竟然有如此排场 是 这不会真是那穷鬼叫来的人吧 怎么可能 那穷鬼不可能会认识五颜 一定是乔 五颜 您怎么来了 大人 我来了 钱也带来了 原来这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竟有如此的排场呀 怎么样 你不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吗 现在见他了 见到了 见到了 我要见这家店的经理 王八蛋 我是五孝 我在你的珠宝店 给你一分钟时间 马上滚过来 要不然 我烧了你的珠宝店 打断你的狗腿 竟然可以支持个动物严 哎呦五颜 你来我们小店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提前去接你啊 哎 架子挺大呀 你的员工 竟然可怠慢这位大人 是活你了吗 五颜就已经是正如一般的存在了 被他成为大人的人 岂不是像天上神仙一般 大 大人 对不起 我先给你道歉了 是谁 哪个不长眼的敢得罪大人 给我站住 谁给你的胆得得罪大人 真是吓了你的狗眼啊 经理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饶了你 你是想害死我是吧 那老子先弄死你 大人 我错了 是我狗眼看人爹 你一定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自作自受 大人的腿也是你能碰的 躬开 来人 把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 大人 饶了我吧 我妹妹很喜欢这条条 给我包起来吧 好嘞 我这就给你包起来 刷我的这张卡吧 谢谢现金 真是 你 召开家族大会 感谢各位的光临 好 叶星华 我准练你那么久 你都不同意 现在却要嫁给我姨 她都八十岁了 能满足你吗 不如 我先替她行使 一家丈夫的权利 今晚 就让钟晓陪你入洞房吧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她 哥哥 你回来了 我让你放开她 你就是叶辰 从哪找来的一身三戴西装 穿的有何同样 老李的日子不好过吧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和我没这么关系 但是你身后的小贱人 可和我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你怕还是不知道吧 他马上就要嫁给我爷爷 进了我钟家的门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钟家还真是威风啊 拍拍了 完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废物 自身都难保 还想保他 你们整个 你个叶家废物 你敢打钟哨 你的好日子 到头了 你个叶家废物 你敢打钟哨 还说明清戏 你敢打脑 你给了你 进了我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小子是疯了吧 三分钟几十亿市值的公司破产 你是玩日做梦吧 以后都让你吹了马鞋飞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任务 你废了 别装了 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亲自给我下跪道歉 把夜星化的贱人给我送我床上去 第二 老子废了 让你亲眼看着我上了夜星化 那你自己选吧 我给你一分钟 是吗 好 我也给你一分钟 滚蛋 你还剩三十秒 再有下跪老子让你后悔一辈子 二十秒 十秒 五秒 时间到了 你别给我心狠手辣 是你他妈自己找死的 时间到了 你别给我心狠手辣 是你他妈自己找死的 喂爸 我已经到夜会厅了 你到了吗 你这个废物 你到底登在什么人 你到底惹了什么麻烦 现在所有股东都在疯狂抛售我们集团的股票 我们的股票已经下跌超过百分之八十 你爷爷还没回来 你又到处惹神生非 你看我不打断你的推 银行突然上门要求偿还债务 所有的合作方突然重置了和我们的合作 停止计算 我们的字迹链已经断了 只有破产清算一条路了 我们家完了 彻底完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些都是你干的是吗 周上 你给这个废物跪下干什么 我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并没有许对 周上 你给这个废物跪下干什么 我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并没有选对 对不起 爷少 都是我做的 我给你道歉 求求你放过我吧 叶少 你这些话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根本就没碰过他 感觉是我罪一件 求求你放过我 饶了我们家吧 你应该感到满足 因为起码 我们留了你一条性命 否则 你全家也就死了非命 叶家气少 既然能让中家破产 这通知的手段 他到底是谁 不行 必须马上告诉我吧 这样的人物 田家是不能招惹的 如果你不想死吧 这件事 却你最好保密 否则 你和你爸爸 活不到明天早上 否则 你和你爸爸 活不到明天早上 西华 我们走 西华 我们走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但今天来的呢 都是我叶家的亲朋好友 我也就不藏着叶上了 此次家族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 将叶家的不孝子叶陈 逐出家门 叶陈作为叶家的少主 何不配为天子羽笨 还坐过牢 影响极其恶劣 我作为叶家家主 经全族讨论投票决定 剥夺叶陈的继承权 将其逐出家门 凭什么 不公平 凭什么 不公平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叶家 是我妈妈跟你一起打拼出来的 我完全属于你一个人 我妈妈的东西 我哥哥哥再有权力继承 你凭什么剥夺我哥哥的继承权 臭丫头 快滚开 他用你说话的份 梦开我 叶当成是怎么起家的 各位叔叔我我心里都清楚了 你们说话呀 你哥哥是个强奸犯 这种品行不端之人 又怎么能继承叶景 现在的结果 都是他自找的 你胡说 当年 我哥为名是天子 是个赤女孩外的白眼狼 白要你这么多女的 把她给我带下去 住手 哥 哥 叶晨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今天就是你的死气 哥 叶晨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今天就是你的死气 看来费了你一只手 还不够啊 混账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你怎么想要搗手 亲弟弟 我十年前就说过 我没有这样的弟弟 叶道成 我说过 你若是善待心话 我自不会做得太过分 否则 你们叶家 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哼 也不怕冯大闪了你的舌头 叶晨 表灭了我们叶家不成 是你刚出牢里出来 可能还会争动 你我一仗的南海商会 只不过是个空壳而已 想拿他押我 还不够格 今时不同往日 你看看 在场的诸位 哪个是你南海商会 能够惹得起的 今时不同往日 你看看 在场的诸位 哪个是你南海商会 能够惹得起的 更别说 三大家族 和我们叶家交好 由他们在 我 往日 学长 又是你南海商会 完全全面 还用了 一遍 一个 导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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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不算什么 大家都是朋友 没必要这么破费 而且我已经答应这位叶先生了 小小姐 您是贵客 跟普通朋友打仗一样 您要是跟他去那些低档餐厅 岂不是拉低了您的档次了 叶先生 你真是吹牛不怕闪了腰啊 就算你现在背靠五爷又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 天外有天的多的是 你根本就不理香格里拉有多高贵 就算是五爷去订的包厢 也不容易 吹不吹牛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请萧小姐吃饭 掏个手 我看你这个样子 怕是你香格里拉的门都进不去吧 萧小姐 我们走吧 萧小姐 这下午可是吃了十年劳烦的强奸犯 谁敢跟他走啊 咱们还是一块走吧 走吧 萧小姐 萧小 少爷 我们还是快走吧 老子一定要得到萧若林那个女人 到时候就算是五爷也要对我俯首称臣 栩栩一个叶臣 算个屁 好的 少爷夫人电话 你在哪儿啊 我不是让你枪枪出国吗 为什么这事连五爷都知道了 真是个蠢货 你知道我为了把你送出去 自恋多大的心思 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你别着急 我已经找到对付叶臣的方法了 什么办法 您知道那个萧若林吗 就是精化的那个闺蜜 她来南省了 只要我把她搞到手 到时候 五爷算是什么 叶臣又算什么 整个男生都是我们的 太好了 直接让她怀孕比较保险 萧将那么大的家族 可丢不起这个人 最后也只能被我们捏着鼻子走 放心吧 有好消息 没想到 五爷竟然把这罪做得这么久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欧巴你们怎么想 我是一定要给我的子孙拼一条活路 干脆 我们就反了 难道她五爷 还敢跟我们整个南省作对吗 确实是真的 我们这么多世家 团结起来 也能挖她一层疲力 没错 反正都得死 不如我们拼一把 我凤家也不是吃素的 不够 看五爷对叶臣那小子那么敬重 碰碰啊 来头不小啊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那小子是你儿子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我儿子不假 十年前他作弘啊 之后 我对他一无所知啊 会不会是 五爷想要除掉我们 叶臣 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棋子 用来震慑我们的 没错 这小子 根本就是一事无成 南无成做了十年老 出来就变成什么大人物了 他一定是壮的 这小子根本就是一事无成 南无成做了十年老 出来就变成什么大人物了 他一定是壮的 有道理 到目前为止 只有五爷一个人承认他的身份 我们在场了这么多人 他要真的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 我们 反而不知道 妈的 我都被你也给吓了 这就去找他 别骗着 别冲动 既然五爷能使出这么点的招 我们也可以 你点子多 你说 叶成的小子 就在乎什么 他有个妹妹 和他是一母同胞 他呀 最在乎他妹妹 很好 我们把叶星花悄无声息地绑过来 到时候拿他威胁叶成 把五爷的事给抖出来 单单舆论 就能压死五爷 我儿子 就在叶星花那丫头工作的地方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没想到小小的男神 居然有香格里拉分布 香小姐 也知道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 在京城夜市很有名的 传说中 他的幕后主人 是一位无法想象的大人物 你在看什么 香格里拉一贯执行的是会员制服务 无论是在这吃饭住宿或者是举办宴会 都必须要有这儿的会员 会员又分为普通会员 白银会员 黄金会员 最高级别的是钻石会员 黄金级别以上的会员 不是有钱就能办理的 必须要有足够的社会地位 而且想要预定到这儿的包厢 必须要是黄金级别以上的会员才可以的 叶先生能预定到这儿的包厢 数十不凡 所以我很好奇 真正的你到底是什么样 不止一提 我们走吧 对不起 请出示您的会员卡 我在这里预定了包厢 我叫叶辰 你可以打电话联系下你们经理 整个南省 只有两个人够资格拥有我们的黄金会员 但不是你 想用这种低劣的骗术混进来香格里拉 你 是不是真的 你打电话问一下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 没空 叶先生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吃饭吧 原来是想带美女来装大头 没钱学人家谈什么恋爱 赶紧滚吧 让香格里拉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 还装呢 我看你小子是个演员吧 演技还挺不错的 这不是叶达班长吗 B组长 比利娜 别在这工作 班长你太客气了 我呀 就是一个人事部门的小组长 在香格里拉 也只不过是一个中低层的小领导而已 B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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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重阳 刘萱 方特 恩 腳 断 此外 再证明 曾 故 应该不会真的以为我会为了你 却拿了我的下属吧 比利娜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还不明显呢 像你这种老改犯 还想进香格里拉呀 我告诉你 这辈子你都别笑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比利娜 我就是逗你玩了呗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瞧不上你 像你这种只知道学习 竟是他一份带肉的炒菜都吃得起 还当安长 还对我的学习成绩指手花强 我害你 你不看看自己什么国性 比利娜 我叶晨自认为并没有招惹你 你为什么三三五在击崩我 我就是看不起你 怎么了 还没人说出来 咱们大学的学习谁不知道 你当初中途退学 就是去坐牢去了 你现在是刚刚出狱 像你这样的废物 也敢来找我吗 还找我们经理 你也不看看自己生什么吧 你难不成是想来应聘那个 所做所的工作呀 哎呀这个用不着我们经理 求求我 就可以了 这位小姐 你说话过分了吧 跟着这种窝脑男人的你 也不是什么好货子 一队球逼 也敢来我们香格里拉吃饭 看见没 他呀 就是这种 被人指着鼻子骂 都不敢吭声的男人 大人 您 您招小人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一问 这香格里拉 到底是怎么招人的 连这种满嘴吃粪的人 都能招进来 你敢骂我 你活腻了吧你 他们就是来找茬的 还不赶紧给我赶出去 大人大人 您真的在香格里拉门口吗 我给你三十秒 您稍等 我再走开 叶辰 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吧 我们陈总是什么身份呀 连香格里拉最顶级的会员 都不敢在他面前装 你以为你打个电话 就能唬住我了 是不是唬你 你等三十秒就知道了 好啊 叶大班长 我就陪你在这等三十秒 哦不 我陪你等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要是陈总排不出 我就让他 赖你的词 看你以后还怎么吹你 真是笑死我了 这些阿婆到底是真有本事 还是装的 我竟然看不透的 这位大人 真的来难手了 我竟然一点消息也没有 哎呀 这怎么办真该死 想必您就是叶辰叶先生吗 我就是 大人 陈总 有些话 我们要在外面说 是 老大人 你真是 大人的身份肯定是高度机密 自己竟然差点叫装口 这位大人是少爷怪罪下来 我竟不是玩了吗 叶先生 欢迎来到我们乡哥里拉 还请您 移步到别人的办公室 细流 这个叶辰 到底是什么来头 能让湘哥里拉的大老总 都对他毕恭毕情 自己刚才那么计讽他 该不会记仇吧 叶班长大驾光临 真是我们湘哥里拉的荣幸啊 叶是我这个老同学的荣幸 快请进吧 小碧眼 你 你跟叶先生 是同学啊 对对对 叶先生是我大学的班长呢 我们关系可好了 明天 到总裁办报到 收你为 人事部主管 待遇 搬十倍 真的吗 谢谢陈总 陈总 你知道我和碧莉娜 是什么关系吗 叶先生 如果您不留意 让小碧 直接生成 公司的副总 我因为没有会员卡 碧莉娜对我百般羞辱 你竟然要生她做副总 你这是 你是和我对着干吗 没没 没有 你竟敢得罪叶先生 我看你是吃着熊仙豹子的 你怎么忘了 我错了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下了你的口 竟敢得罪叶先生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来人 把她带下去 另外 再把她那张整脸 扒了废 然后 给我告诉全正常的人 以后 哪家公司敢用她 就是跟我陈总过不去 陈总 我知道错了 你就饶了我吧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要不是叶先生在这儿 你看我要你的命 叶班长 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 求求你 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 碧莉娜 你我同学一场 我叶臣自认为 没有得罪过你 刚才为什么侮辱我 当年我还愿坐牢一事 大家都知道 一般你 却在十年过后 还对我进行百分侮辱 碧莉娜 刚才 都是我一时糊涂 怪我自己见 你 你就饶了我吧 人不放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也绝不饶人 碧莉娜 你自己那里苦酒 你自己喝完吧 你个贱人 再敢跟叶先生狡辩 小心 我吃了你的嘴 陈总 我在香格里了 订了一个包厢 是是是 上面通知留一个钻石包厢 小的没想到 是叶先生您亲自订的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带下去 好的陈总 叶先生 这边请啊 我们走吧 真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不碍事 叶先生 我为两位 准备了香格里拉 顶级套餐 只不过 需要等待十分钟 好 请吧 早就听闻香格里拉的大名 今日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这都是拖了叶先生的福 萧小姐没有赞了 心话特别嘱咐我 让我照顾好萧小姐 叫我若林就好 能让香格里拉的总裁 毕恭毕敬的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区区凡人 叶先生谦虚了 若林有一物 想让您帮忙 张张眼 可以吗 若林有一物 想让您帮忙 张张眼 可以吗 哦 是什么 不知萧小姐死死来难受 是为何了 问了一位 大人 叶辰 你这是付了包厢的钱 所以就没钱请萧小姐吃饭了吗 叶少爷 我们正在聊天 你突然闯进来是不是太冒昧了 哎 若林 你 我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作为赔罪 今天这顿饭 我请 好吗 我妈都跟我说了 怎么 是五岩没给够你演戏的经费 所以 你就过来 使莫林小姐吃空瓣的呀 你这脑怀落我 还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我们喝的是麦卡伦 一瓶三百万 不可能 叶辰一定是骗你的 什么破酒值三百万 来人 叶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是我叫你的 过来 想个礼了啊 就不知道给客人拿材账吗 这是我们香格里拉的钻石宝剑 大家不得了 就是 我们香格里拉的钻石宝剑 现在可能你带来 下诺 有什么吩咐 你的你的选择 没问题 需要您签字 这都是我应该的 聂辰 你这辈子 怕是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吧 不知道啊 是谁冤你自信 吃了我的东西 嘴巴还这么硬 你以前要是有机会 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老子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 陈总 既然叶少爷坚持 他就给他算账目 先生 我们香格里拉钻石包厢的定位费是300万 顶级仓费是1600万 一共1900万 请问您先生怎么付费 什么财息这么贵 你是不是跟叶成就传统好了 你谁来坑我呢 我告诉你啊 我在香格里拉可是有人的 小心开了你 先生 您指的有人 是谁 哼 我跟你们B组长 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这张卡呢 也是上升了他身份的 所以 我可以随意进出香格里拉 你最好 给我好好说话 我以为 你是叶先生 邀请了贵客 没想到 你是擅闯进来的 来人 凯安 我可是你们B组长亲自邀请怎么是擅闯呢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碧莉娜已经被开除了 怎么可能 太少了 带出去 是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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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得意的太早 我告诉你啊 现在 整个男神的家族要联手毙了你 连五爷都保不住 你就当死了你 我等着 放开我 叶先生 今天的事 今天的事 我希望萧小姐替我保命 我不想让新话知道 免得她担心 这东西 你说好 它既是保命符 还是非命符 怀必其罪的道理 我相信萧小姐 不会不知道 嗯 好 我知道了 爸爸告诉我的那位天狱的大人 真的是叶陈茂 虽然京城第一世家 风光无限 但是比起天狱 那可差了十万八千里 如果我可以嫁给她 那萧小姐将迎来绝对的振兴 一步登天 对了 萧小姐 你有住的地方吗 没有的话 我可以帮你安排 我跟新话住在一起就好 以我的姿色 学识能力 以及冰清玉洁的身体 近距离接触后 一定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 文娟 文娟 您的妹妹叶青花 被男士和大家族刷走了 什么 电纸 就在殿下举办家族大会的地方 在这站网印 就让他们知道 是他们惹不起的人 我跟您一起去 冯家主 这丫头骗子给您送我了吗 叶辰 真能为了这个小丫头 得罪你烟 玉晨最在乎这丫头骗子 想当初 就是拿着丫头骗子做威胁 还让叶辰 替为他 服了学年的脑 你对你儿子 还挺狠的 难怪 你儿子不认你这个爹 来人啊 通知下去 告诉叶辰 他妹妹 在我们手上 是 混账东西 谁给你们的胆子 做出这种大礼不道之事 五爷 是你先下手再先 对付我们凤家 我们为自暴 他的错只有啊 愚蠢 本来你们还能留下一命 现在 我们整个男生 要与你们陪葬 五爷 你觉得你一个人 对付得了我们这么多家族吗 那位大人的身世 你们这些警帝 一只娃 无法勾量 别说小小的男生 就连京城 也要匍匐在他的脚下 五爷 我们现在 可是什么都清楚了 你就别在那儿装了 叶辰 那就是叶家一个小小的弃子 他有什么本事 你用这种阴损的招数 想除掉我们 那你就要承担 这凡事的恶果 你们 你们 亲家亡我 我无效 一辈子苦心经营 全要毁在你们的手里 五爷 只要你现在能收手 我们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 一切 恢复往日 现在 忧不得我们了 你们 快付出代价吧 现在 忧不得我们了 你们 快付出代价吧 你别装了 那你说 叶辰那小子 到底是个什么大人物 就算 他是京城来的大人物 想灭掉我们整个南省 也没有那么容易 这只能怪你们 装得太过了 齐功尽力 想要一举消灭我们整个南省 你们真是自豪苦吃 我本想为他打造一个快乐舒适的环境 并不想与你们太过寂静 可你们既然对他下手 心算难舍各大世家 难舍名流一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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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